30个mini second 那所以Sender他的真正使用率是多少 也就是说Sender送出去一个资料 他花的是8个microsecond 这是mini second为单位 是0.008 那 这是mini second 那 那可是 我再等你来回 我收到你的Ecnology 我送出真正资料 我把送出去只要 只要这个0.008的mini second 但是我等到你的Ecnology回来 我才能够送下一笔 我等到那个 你的Ecnology回来 来回就30个mini second 然后再加到0.008 所以我Sender大分的时间在干嘛 在等 我Sender大分 我的使用率 有条件就使用率 Fresh of time Sender Busy Sending Sender很闲 Sender 0.00027 Sender使用率是那么低 这个问题出来哪里 问题出来他的这个 刚刚就Rebel Data Transfer的这个 Protocol Stop and Wait 就是我送出去以后 我送出一个Data以后 我要Wait对方的Knowledge 这个Stop and Wait的这种Protocol是非常的不好 就是我等对方回忆 你看那个 有些超级市场的那个店员 或者是那个Cashure 有的效率就很好 他在做这个时候 他下一个就看到有的时候 你去小吃店 你就会看到有些那个老板点Order 有的时候去夜市 哇那很厉害 他Pipeline 等一下我们就要接到Pipeline 他接这个Order 下一个他现在做 他就能够很顺再做 那有些 有些这个打工心态 或是真的是天生就是 比较这个 没有效率的人 他怎么样 他做一个这一栋 做完以后 通通做完以后再做下一栋 再做下一栋 那像有些人像烧菜也是一样 厨房 有些餐厅特别慢 有些餐厅特别慢 那厨师如果他不懂的Pipeline 的话那就很慢了 他这个洗完菜以后 一直在找那个再吃 他不知道这可以一个流程 可以可以可以重复的 就跟你在计算机组织 这个学习来下学习去 那里面instruction 我们也要Pipeline 那这个我们在HTEP里面 也讲Pipeline 对不对 HTEP里面 这个 我们说说这个HTEP的 这个1.1里面 Persistent Persistent是一个 然后另外还有呢 Pipeline 他可以平行 然后再做Pipeline 就是我送出去 我不要等对方 等那边很大的交易 我就我就一直 get一直过去 对方也是一直送回来 所以 所以这个 刚刚这stubbing位置也是一样 这些都同样的道理 就是他 我们利用 我们可以改进他了 所以这个Network Protocol Limit Use of Physical Result 这个 这个计算 就很简单一个计算 就让我们看出来 Protocol设计的不好 会让你的这个资源 你有再多的资源 你不好好的用 那你就浪费掉 好 这个是Stubbing位置 这是 这是刚刚的那个同样的 就是 我送出去的时候 这个 需要时间什么 真的 Transmission时间 St Packet Lens 出于这个Transmission Rate 对 那刚才是 Round Trip Time 是很大的 所以 所以整个 整个这个使用的 这个效率呢 你这 你要为了等他 Ecnology 回来 这Stubbing位置 Operation 为了等这个Ecnology 回来的话呢 你整个这个 Utitization 就Sender 这个Utitization 你在那 Sender 是很闲的 那你为了等那个 我才能送出去 所以 它的Utitization 是很低的 那怎么办呢 Pipeline 就刚才已经讲过了 Pipeline Pipeline 这个就是 尤其是在 如果你是长距离 我们说卫星 或是像这个 这以美国为例 西岸东岸 从LA到纽约 从San Francisco 到纽约 这里 如果你是等他一个Packet 过去 一个Packet 回来的话 那你这个 效率就非常非常的差了 所以 所以怎么样呢 Sender他就送 Multiple In-Flight Yet to be a Conology Packet 就Sender 你就可以送 做多个 一起送出去 就因为 不然你这边闲着嘛 闲着无事 就送送多 那对方 Ecnology 也是一路 一路送回来 这样看起来 比较好 但这样也会不会有问题呢 也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尤其问题出在哪里 这是解决效率上 Stop and wait 是很不好的 可是我一直 一直送出去的时候 他造成什么样的困难 我们刚才 我们看到 刚才那个 Reable Death Transfer 里面最大的问题是在哪里 在出错的时候 对不对 出错的时候 出错的时候 因为网络状况 有时候会delay 有时候会这个 Ecnology 一下收到一下没收到 或者说这个 一下资料错了 这个资料Loss 所以在那个 在 Pipeline的这个Protocol里面呢 最 最最最出问题的时候呢 通常我们就要有两个方法 就是 Go back and Prin or selected repeat 这两个 这两个这个 是最常用的这个机制 那这两个机制 我们后面都有动画 好 那我们看 看一下 Pipeline有多多好了 哈 Pipeline 假设我可以连续三个一起送的话 连续三个一起送 那 那这个 那就三个 三个 L除以 好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总共的时间呢 Round Trip Time 仍然加上L除以 他他他他到 他到这个时间可以收到 可以 可以接收到 然后他也是到这个时间可以接收到 Round Trip Time加上L除以 因为这个是 他就这结束以后才送 这结束以后才送 所以 所以基本上 你一次送三个 你的Utization就增加三倍 一次送五个 Utization就增加五倍 大约五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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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还可以细的分析 那 Go Back End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 所以基本上 我们说 Pipeline的 这个 一定是 增加了这个 效能 那 Go Back End是 是说这个 我 当我发生问题的时候 就我 我说 我资料送出去发生 这个 问问题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这个Sequence Number 是KBit Sequence 这边我要稍微解释一下 我们 这有两个东西要解释 一个是 Sequence Number 我刚才前面看到Sequence Number 都是01 对 那真正的话 这个Sequence Number 通常我们会用比较大一点 说几个Bits 或是五个Bits 六个Bits 七个Bits 那几个Bits 桌子里面可能也有一提示 有关于这个部分 在这下面下面的一帐 那 所以他当然是比较多一点 那这个Sequence Number 当然在Packet Header上面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 我们刚刚一直送 一起送 送很多Packet出去 这Pipeline是很好的 可是你要想想对方 他销售得起 销售不起 对不对 你送你女朋友 这个玫瑰花 对 一天十朵 连续送一个月 那别人会认识你可能有问题 你送一天他很高兴 送隔一个 这时候很高兴 那这个 所以对方 他销售有起销售 这一个网络就是说 你送一大堆去 那对方呢 他评判很不够 对 他那边的电脑很慢 你送一大堆送过去 他 他没有办法承受 那这样 整个效率也是不好的 你是增加你的UKization 我很努力啊 那你是你受不了 对 像我上课讲很快 对 那你受不了 那你的事好 有没有说你的事 这个 不能剪掉 他就说 你这个 你就要自己都预袭 多复袭 好 多看几遍 那这个 但是如果在实际在网络上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设定一个window 那window再来就是说 对方他能够 就我开 对方如果最多能够一次收到10个 那我这里就一次就送10个 对 那等对方处理掉8个以后 因为我这边可能再送8个 就等于有个window在那里开放 就我两边在沟通的时候 有加上一个这个量的这个字 那这个是比StarWay更好一点的 在Pipeline里面 我们只做Pipeline 那那个只能做这个增加效率 但是Pipeline 没有调节两边的速度 那如果我要做这个flow control的话呢 我这里其实是没有强调flow control 但是因为刚好他用到这个 用到这个go back and launch 所以其实是 就是谈到一个非常general purpose的 siding siding window的这个borderflow siding window的机器 就很像是开一个窗户 一个一个窗户一直在这里 这里这个开关 那这个概念 也不是只有用在transport layer 也不是只有用在很多地方 卫星啊 用在link layer 用在好多地方都有用这个siding 就只要用在控制流量的地方 都会用siding 都都竟然用到一种 基本概念是这个样 但是可以做西部的各种改进 那 那这个就是让 调节我两方的速率 或当时的状况 我的window可以开多大 开多小 那那这边 多半n的意思是什么 我一个window app to n 那这个这个概念是 有那么多的 有那么多的package 还没有被unknology 就我送 我一直在这边送 那送到 送到这边呢 那有一些 绿色是已经被unknology的 那这个呢 已经被unknology的 那黄色的是这个 还没有被unknology的 那这个蓝色的这个呢 是 usable not yet sent 还没有送出去的 也就是这些 我要下次要送 我可以一直在送 那secret number是照这个排下来 那 那这边是 还没有unknology的话呢 那我就不能够送出去的 那对 对方能量能够开给我这么多 那我这些 接下来是可以送 我这次要送 这可以送出去 那那边accountage accountage多少的时候 我这个绿色的这边 就可以往这边走 然后我的window 就可以一直往那边移 那基本上